出来已经 起庆已经好几天了 都一直没有露营 都在住店 但是在大梁山美沟这边 其实我觉得梁山这边的住宿 真的属于又贵又差的那种 上次住了一个酒店 一百来块钱住的那种 居然连卫星间都没有门 我觉得挺奇特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工地 大工地 刚刚前面有一个大哥跟我们说 去问嘛 问这里能不能露营能不能住 他说这里随便住 哪里都可以 然后 他说这里这个房子也可以 这是一个门卫室 还好 还有一个板子 我还以为就是空的 走 我们去打水去 拿着我的小迷你桶 真的很小 但是其实也还可以 反正提个水 洗脸刷牙够了 就前面那里就有 就前面那里就有 现在天也快黑了 来入住新房间 这里挺安静的 因为这里离马路非常的远 然后 早上好告别活动打发 然后我发现这个轮胎加了一个钉子 挺大一个钉子的 看到了吗 挺大一个钉子的 看怎么跑跑哎 我这个飞机1505 我这个轮胎里面是打了自补业的 所以我去年跑了一万多公里 我一次就是它都没有漏过气的 都没有管它 打了自补业之后它自动就补上 如果有动动的话 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扎过胎 反正从来都没有漏气过 我觉得有个问题 前几天出门的时候就忘记带打气筒了 之前我拍视频的时候 忘记也拍也忘记拍打气筒了 后来有人提醒我 我说你带来补胎的没带打气筒 你发现有什么用 去弄完 我自己的摩托车 我自己摩托车打自补业 所以也不用补胎 我再把它拔出来 哎 那条没有出来直接进去了 这样也可以吗 这样也行吗 进去它也可以啊 还是相对吧 塞进去它 还在搂起 听到没有 那肯定不行 这就尴尬了 好 第一次补胎 好 再来一个 好了 第一次补胎失败 重来一次 那条直接进去了 扯都扯不出来 再来一次 好累啊 这个小的打气筒 这是我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 那个打气筒 累死你 天天啊 这个疯了 这样是咕咕咕的 好好没有在户外露营 室外露营 不然的话感觉帐篷 估计要吹跑了 好多久 知道了